10月16日是赵丽颖的生日 正在拍摄知否的她 生日也将在工作中度过 剧组也特意送上了热烹烹的剧照 为赵丽颖庆生 作为娱乐圈的老模女星之一 赵丽颖一年之多大部分时间都在横店拍戏 为了想在横店有家的感觉 赵丽颖还跟杨子和开了一家烤鱼店 但是作为北漂女星 赵丽颖不能时常回家陪父母 也是让她最遗憾的事 早期自己出来打拼时 博客仲写最多的就是想家 如今默默奋斗七年 终于在最近几年开始走红 成为了小荧幕上观众喜爱的花旦之一 也因如此 所以更加没有了时间像苦公女生那样 游玩旅行享受生活 于是从刚开始小女生时期说想家 到现在走红后感叹 也想拥有自己的清晨时光 可见赵丽颖的时间 确实没法拥有过多的私人时间 就像最近 新剧七月开机 马步停蹄用三个月拍完 接着一天也不耽误 立马进组跟正午阳光合作新剧 可谓又拼又忙 让粉丝也很心疼 而常年在横店拍戏 加之不善言辞 个性直来直往 赵丽颖在圈内的挚友也没几个 去年过生日时 正是楚桥传杀青的前后 赵丽颖回到酒店自己一个人庆生 最后是经纪人和工作人员帮她过的生日 当时圈内没几个明星好友发微博送祝福 于是还一度被网友认为是赵丽颖人品不好 想象也是醉了 如今赵丽颖迎来自己的第30个生日 也就预示着银宝过了今天就要30岁了 说起来 娱乐圈花旦过生日 那些女星闺蜜基本都会准时送祝福 像杨幂 刘诗诗 唐烟 刘亦飞等等 互相祝福也不可或缺 但是赵丽颖作为花旦之一 却多少显得有些冷清 除了时尚发杀苏芒连续两年零点准时送祝福外 圈内合作过的明星 大多没有送祝福 而苏芒跟赵丽颖的关系 一直都很不错 苏芒更是每年都会准时零点送上自己的祝福 有了苏芒这位时尚女魔头做朋友 也难怪银宝的时尚品味不断上升了 当然 不发微博送祝福不代表就没有祝福 赵丽颖一直都很低调 如今紧罗密鼓拍戏 也是为了更好的完成工作 所以也希望赵丽颖能够保持初心 不辜负观众信赖 继续认真敬业的带来更多套作品 最后祝银宝生日快乐